《狗狗重陽綿綿衣》 《宜康網上勁唱9小時》馬上開始了 《狗狗重陽綿綿衣》 《宜康網上接力勁唱9小時活動》 於加東時間10月25日在多倫多舉行 本地157位民間唱將參與演出 包括六港澳台在內的 中國56位明星為外發聲 這次活動持續了12小時 是加拿大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 規模最大的一次網上慈善演出 自指導化稿時 這次活動共酬得善款超過12萬家園 這次史無前例的慈善活動 由《宜康基金會》主辦 《新動力傳媒》承辦 《宋市廣告公司協辦》 《BVC Pay》冠名贊助 並得到香港駐多倫多經濟貿易辦事處的特別支持 《iTalk BB》特別贊助支持了 經典電視劇主題曲的演唱環節 《狗狗重陽》是提倡感恩敬老的中國傳統節日 《宜康基金會》選擇 將這次大型的線上慈善會演在這一天舉辦 既是為了致謝奮戰在前線的醫護人員 也都是為《宜康新建》的長期護理院籌集經費 《宜康》創辦人和基金會主席王瑜伽醫生說 感謝所有贊助商和善長的落力支持 這次反映出社會對長者服務的重視 長者是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群體 《宜康》作為長者服務的典範 承諾始終如一 揭盡所能為長者提供優質的服務 增建三所《宜康中心》的發展計劃 不是輕易易舉就能實現 興建一家護理院就需要8000萬元的款項 你一匹資金需要大家共同無捐 為了令到更多長者受惠 減少輪候入住護理院的時間 《宜康》會繼續迎接挑戰 請大家與《宜康》並肩加油 《宜康》基金會總裁蕭顯陽說 這次網上慈善競槍自推出以來 受到廣泛的關注 這次活動的影響遠遠超出了預期 感謝每一位表演者為外唱歌 支持《宜康》新建計劃和疫情中的前線人員 加拿大聯邦小企業 進出口及國際貿易部長、國會議員伍鳳儀說 《宜康》對老年人的關愛和照料 對社區的影響不可估量 感謝組織者舉辦了這次了不起的競唱活動 多倫多市長莊德里說 作為加拿大最大的非營利長期護理機構 《宜康》對長者的資料細緻入微 我願意為《宜康》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情 也都請大家繼續支持《宜康》 孟敢市長薛嘉平說 這一場是不可思議的活動 感謝活動的組織者、參與者和志願者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場集結了孟敢市、加拿大 乃至全世界參與者演唱的接力活動 香港駐多倫多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 毛遠青說 這次活動得到香港五十幾位藝人的支持 香港和加拿大的演藝界攜手合作演出 充分展示出兩地多年來的友誼 感謝大家的抗疫 也都支持這次的競唱籌款活動 活動亦都於當晚評選出最高捐贈個人和團體獎 分別由Pauline Chi和Eyu聲岸藝術學校奪得 最佳人氣獎被Phil Chan拿走 iTalk BB最受歡迎金曲獎就頒了給Rebecca 大家可以透過iTalk BB電視盒首600新聞台 重溫這次的節目成放 接著期待